大人哥,你刚刚盘中Lite预告说今天会拉尾盘 果然台股尾盘大涨创高 长荣亮灯涨停 不过不是听说他要被00940删除成分股吗 难道这又是鬼故事啊 还有电子的成交比重降到50 这台股的行情还能够期待吗大人哥 好,你看到的利空不一定是利空 今天节目跟你说清楚讲明白 均线深多空,买点定吉凶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5月10号 星期五的忍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瑜 赶紧欢迎操盘七世的创始人 摩尔头顾陈坤仁分析师 大哥你好 德瑜好,大家好 台北股市今天是上涨了148点 成交量来到了4343亿元 早盘的时候金融航运撑盘 台积电拉尾盘 大人哥,Lite完全命中 台股的行情果然持续看好 之前大人哥带我们大师隐藏版 00940的成分股 亚翔100%,100%翻倍赚 这次00940成分股越要调整了 还有什么隐藏版的成分股可以赚呢? 大人哥 好,德瑜好,大家好 我们直接看一下今天台股大盘 就是等一下大家想要知道的问题 我们赶快帮大家做解答 假设如果我们没有在节目里面帮大家做解答的话 你可以在我的Lite做留言 YouTube做留言 我再帮你做一些相关的解析 因为每天的时间都很有限 来,先看一下台股大盘 今天尾盘中场大涨了148点 然后呢,我先想一下 这又来了你知道吗?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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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上来的过程中 怎么趴的一下就趴下来 对 当然前面这一半段的话就像刚刚德瑜说到的 就是先拉的金融 你看今天的爸爸的国泰金 这么大支的金融股它可以涨7% 因为我就跟大家说过了 今年的金融它就是一个低基期 你只要有一点点小小利多它就会冲 它就会涨 当然金融指数的话已经创下了近两年的新高 那另外的话呢 2603长龙盘中涨停 尾盘涨9% 然后还听说它是应该要被 今天下午 对,今天下午大概5、6点的时候 你会看到哦 那个元旦会来公告出来说 到底他们的身份股940 会调整哪一些内容 那号称它是被剔除的 结果它今天涨9% 然后结果 今天的万孩就涨停板 好,结果 今天的阳明叫涨停板 对 还有那个最懂那个海的男人 排华投控 也涨停板 嗯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到底这些调成份股 它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强 航运股的部分 好,那 这些都是我们要跟大家关注的重点 那但是我先请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看为什么今天会拉尾盘 为什么 拉尾盘的过程的话 如果你有盯着我们的light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今天早上大概在11点左右的时候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 来,这就是你看到的 这是迷你版的light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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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版的话 来,盘中分享 各位好,我是陈坤仁 这是我们light 你看这边原本盘中的时候涨了70点 尾盘你看到的就是翻倍 148点 为什么会翻倍 原因就是因为 你看它今天其实原本早上一个开盘的时候的话 加权指数那时候原本在20702 然后台子期货的话是在20751 你有没有看到了 700,750 对,你有没有发现说 我们最近这几天就不断跟大家提醒到的说 那只黑手为了520的行情 在这边去做一个积极的控盘 所以呢,我没有跟你说过了 我们下半段的聚保期 我也拜托你一定要把它看回去 因为虽然你没有操作期货 如果有更好 它可以给你更多的帮助 那万一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至少可以知道说 你现在目前掌握到的行情跟方向是什么 所以这是要跟大家讲到的重点 其一 你看,黑手又来了 他真的很认真在控盘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下去 我这里面有没有讲到 来 其实今天早上 有人在担心说 会不会又是这种开高走低的行情 但是我在这边10点34分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提醒了 我提醒什么 来,护国神山台积电 下午会公告它的营收 我认为什么 台积电的营收会持续宣告淡季不淡 讲到这边为止的话 你会觉得我很神 但是我会告诉你一件事情是 我看到一件事情 其实我还吓了一跳 待会再给大家说明 来,所以我说了 教会带来台股尾盘 你看到你们拉尾盘了 甚至带来下周台股的一个转强的机会 这就是你看到今天拉尾盘的台股 甚至我认为下个礼拜在520前 一样是审慎乐观 因为每次在上涨的过程之中 那个黑手就给你压下去 不要再涨了 不然我很难拉 他拉那个520后 所以这就是你看到的 我跟大家预告的 盘中的时候我就跟大家提醒的 10点半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 台积电的尾盘的宣告 就是他盘后的营收会宣告淡季不淡 好,我就说了 你会觉得我很神 但是我告诉你 其实台积电比我想象中更神 这个 超级厉害的 如果你去查一下 你应该待会晚一点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是下午2点多的录影 我们现在录影之间下午2点15分 对 接下来你会看到晚上所有的那些财经的新闻 什么钱先百分百也好 都在报 一定都在报 我们已经先跟他抢先报了 来这个是台积电的4月份的营收 我给他一个注册叫做是淡季不淡 给他一个之前的统计的话叫做是创下历史新高 我从来没有看过台积电的4月份的营收可以这么样的亮丽的 他说他们的4月份的营收是2360亿2100万 比上个月增加了20.9% 很多 3月 4月比3月多了20.9% 而且比去年的同期多了59.6% 很惊人 真的很恐怖 这就是你看到我们的护国神山 这就是台积电公告出来 我说过他会淡季不淡 结果没想到竟然 啪的一张这么样的亮丽的营收 所以这就是刚刚台股尾盘 所拉的一个拉尾盘的这样一个动作的原因 当然我说了 那次黑手 就是不太愿意看到台积电怎么样的大涨 因为台积电一涨 他就会带动指数 一带动指数 如果他拉在520之前 那他520之后的话就会变机器被垫高 很难处理 对 所以你看这个围盘 这就是黑手在做的事情 真的就是压下来 对啊 所以没办法 你要必须要看懂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但是这不是坏事 这就表示说其实目前为止的话 金融 航运 甚至台积电 多头可用之兵 是非常非常之多的 那我讲到这边为止的话 我不晓得你相不相信 我们最近的一些行情的看法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是 有多少多少的 法人媒体 新闻 都来跟我们要资料 要资讯啊 就像你刚刚看到的那个什么 盘中的light 对 对 他light 我把它写出来之后就拉尾盘 或许是有一些把人看到 对 有这件事情 来赶快拉一下 赶快买一下 赶快来压保一下 这是你刚刚看到的行情 或者昨天 我们跟大家说什么 我也给你看一下 昨天找一下 来哦 等我一下哦 我已经做成头影片了 看一下这边 这是light 你看一下我们之前有没有 如果你现在才加入的话 你可以从右上角的计时本 看得到它 那如果你本来就是我们light的本事的话 你可以在盘中的时候 收到这种 即时的资讯 而且是领先的资讯 而且莫名其妙 你看这边 我才下了一个注记 就是 怎么突然就被报纸又抄过去了 拿去头版头条 待会给你看 我们昨天怎么说的 来盘中的时候 我说来这里11点49分的时候 我说Computex要在6月份的时候要举办 辣个男人黄仁勋也要来 然后盘后的时候还跟大家特别提醒说 出资峰也要来 然后一堆大咖也要来 所以外资甚至还出了一篇看好AIPC的研究报告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些相关的公司跟个股 他们被拉下去修正到一个 就是低位阶的时候的话 杀不下去的时候的时候 买盘就出现了 昨天的滑速还创高有没有 对 好我讲到这边目前为止的话 这就是昨天刚发生的事情 我们的盘中的Light 还有在盘后的YouTube 都有讲过这些资讯 那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粉丝 认真的投资人的话 你就会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是今天 这是工商时报的 我找一下是日期在哪里 反正这是今天的 然后你去看一下 有找到来 最边边 5月10号星期五 就是今天早上的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 他跟你讲什么 AI三巨头 6月起登台 他多讲了一个人叫寄星格 寄星格Intel的执行长也要来 这个不就是抄我们的吗 这不就是跟大家说过的 你要有一些领先的一些方向 你要站的更高看的更远 然后这里有讲 回答手银高通称霸IC设计 然后Computex概念股 买盘聚焦AIPC 好熟喔 我再给你看一下 来来 在这里 有没有一模一样 Computex AIPC 关键字都在这边 只是被他拿去抄而已 因为我盘中没法写出这么样的 文周周的内容 但是他们可以文周周之后 变成你看到的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 所以 最近的行情 我还是在跟大家重申一句话 我看到的状况是很多的 散户投资朋友们 尤其是跟我做一些 Light互动或者是 YouTube这边做互动的粉丝 或许这个时间点 你会觉得好恐怖 好紧张 怎么办 但是如果可以的时候 或者如果我们帮大家做一些 深度的 数据的 领先的 法人的看法的时候的话 好 这个 在我们的上个礼拜五 因为我就说过了 我们的利空 你永远看到一堆的利空 可是你看到利空你会怕 可是我看到利空的时候 我很开心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心吗 因为有机会了 对啊 我开心的就是这些 砍出阿呆股之后 就有逢低买盘的机会啊 我可以减便宜啊 我可以减到更好更低的价位啊 何乐而不开心呢 对不对 所以这是五大利空的拆解 那也如你看到的 台积电法术会根本不是利空 4月18号的时候 它下修了别人家半导体的景气展望 我就跟你说过了 台积电好的很 因为那时候台积电就讲了啊 它第二季的展望是年增近三成 27%左右 所以就像你看到的4月份营收 为什么我敢预告跟你讲 我看好台积电 淡季不淡 就是因为这根本不是利空 它是利多 今天台股大涨148点的利多是台积电 是互国神山台积电 好这里内容请你把它盯着看 Light也把它加起来 这个是欢迎大家免费来做加入的 然后也顺便再跟你预告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好康资讯 不只是Light 不只是YouTube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 就是我就说会有一些法人来跟我要资料 对 那我也会给我们自己的会员团队 一些很丰富的一些研究报告 所以这个礼拜 我一样给大家这个 投资周报 当然一个投资周报 当然我重申 里面的公司个股 它不一定会当周就要发动 或者是说我们的看法 就是一个波段的看法 如果你有拿到这份周报的话 我拜托你一件事情 是守好你自己个人的停损跟停利 因为对于粉丝 我就不能有任何的操作的建议 但是对于会员的话 我可以说清楚讲明白 买卖的操作的价位 该加码该停损该停利 我都会清楚的跟我们的会员 去做说到而且做到 那这个礼拜的周报的 搜索的方式的话 今天5月10号的盘后解盘的影片 一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留言板这边留言 大人哥投资周报加1 我的目标 因为原本上个礼拜 我在看的时候 好像大家有人在等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好像留言的速度 比较少 比较慢 有点冷清 对 好 我说如果没有超过100的目标的话 我们就再看看 或者是说再给 原本就有在做互动的 那如果超过100甚至更多更多的情境之下的话 我们就来送给lite的全体的粉丝 这个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那我等一下的内容还会继续从里面 帮大家挑出重点出来 所以lite加起来 小老鼠 DAR888 这不要太多的行销 赶快后面重点更多 因为已经15分了 来 好 继续往下看下去 好 本周 或者这两三天 你应该会听到 好多好多的新闻 跟你说 那个940 要换股了 对 然后呢 那个940 我也给你看一下 00940 到今天还在破发 它是一档 我这样讲 我每次都说它长期没有太大问题 可是它真的有一个比较 大的现象 就是说 它会做一种追高杀低的动作 你去细看一下 如果之前有人跟你说 我要吃940的豆腐 我要买神机的话 我跟你看一下那个神机 现在目前长什么样子 3005的神机 这是我们周报里面 有送大家的神机 可是我们那时候送大家的时候 是100出头块 就是为什么我那时候 送大家的原因 是因为来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是什么 整个代单 是不是 超判期视的整个代单 对 然后展开了顺水推舟 展开了 有一些投心开始滴滴的 滴滴的去做进场买进之后 三升三四的行情 它从125 随便不管 反正就是120多130块出头的时候 一路飙涨到了161 好 但是问题来了 重点在哪里 这个闲置符号 如果你用XQ的人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前置符号把它叫出来 因为那个前置符号是它的除息日 对 为什么除息日之后 看 崩下来 我告诉你 这是940 我不好意思说它搞得贵 但是这是它砍出来的 所以它砍出来之后的话 神机又从130几块 跌到了现在今天的收盘 收在103块 它是成分股 而且它很有可能是被key除的成分股 我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在追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看新闻 你可以看一些 有人跟你说可能什么样的事情 可能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你在做任何操作的时候的话 我拜托你 你一定要有一些比较领先的想法 也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过的 不要追高 你要吃豆腐可以 请你用逢低吃豆腐的方式 因为这些公司 他们必须要被买买买 这些相关个股 就是如果它真的被纳入到成分股的时候 它真的要被买买买 但是你以为只有你知道吗 全市场都知道 这全市场的法人 全市场的新闻都在看 所以今天下午5点之后 940公告出来 它成分股之后的时候 那是全市场都知道的事情 我拜托你 不要再去做一些相关个股的追高了 但是 一样我认为它都是有利可图 为什么叫有利可图 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你看一下 这是今天这两天这三天 我们帮大家做一些相关的整理 新闻的报道 这是新闻的报道 就是我先借我画一个大叉叉 以免大家以为这是我的看法 来 好 我先把它画叉叉了 来 我告诉你这是新闻的看法 因为新闻它去抄了一些研究报告 我也看过那些研究报告 统一的啦 然后还有谁 富邦 台新还有我记得应该还有凯基吧 还是哪一家 反正我们看了一堆的报告 归纳出来的相关的内容的话 他就跟你说了 他觉得长荣可能会被删除 亚翔可能会被删除 可能会纳入的像是加斯达 细创啦 然后甚至像是更新联羊兹这种个股啦 那这个是他们爆派版的成分股的调整 那我说过了 内容我这一次我就不去猜 因为这次猜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有一些公司跟个股 我认为有机会被纳入的 已经被拉高了 他再也没有像上次那样子 还记得吗 亚翔 还记得吗 我们100%翻倍的股票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当时我跟大家说过的 隐藏版的成分股 对啊隐藏版成分股啊 我那时候在周报送给大家的时候 那时候的亚翔是一个 投信还没有开始买的亚翔 然后就有会员问我说 诶大哥这个真的是吗 然后还有粉丝 然后粉丝也在问我说这个是吗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那周的公报 周报送出去之后的话 突然那个投信就买进去了 突然他就变这样子了 直接内听就这样听 对然后他是这样 啪了一下 180我印象深刻 360 然后我们冯高获利了结之后 全市场跟你说 亚翔好棒棒 亚翔好厉害 他就是940的成分股 因为后来开牌了 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这边的话我们就不要了 然后我在顺便告诉你一件事情 从这里开始又有人告诉你说 亚翔是944的成分股吧 有开出来真的有 可是又怎么样 他就啪啪啪跌给你看 所以这就是大家心目中 所谓的被动式ETF要买 但我告诉你 知道的都知道了 买好都买好了 当公布出来的时候都是短线高点 就是这样子啊 好 所以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就不讲这些 相关的成分股的一些调整内容 但是我跟你预告的是 5月10号就是今天的下午盘后公告之后的话 我们也会在如果可以我今天更新 可是如果不行的话 我周末假日的时候 甚或是把它写在我们的 投资周报上 对周报上面来跟大家做相关的一些分析的看法 因为目前看起来的状况的话叫做是 我觉得还可以 以中长期而言的话 这些相关个股都回到一个投资价值的地方 那我说过了 其实今年的台股就是投资价值的台股 所以我们的操作的方式的话就是 逢低买进不追高 那如果追高高的时候的话 就让给别人吧 因为我们就已经要做获利了结动作了 所以搞不好亚翔的状况的话 之后他如果真的被剔除 不我觉得应该不会被剔除 因为他还没出息 为什么我这样讲好了 我认为反而神机这种股票 他才比较会变成是一个被剔除 或者被降权重的个股 因为他出息完了 那个940就会很冷漠的 反正就是类似像是 他做到那个出息的 领到他的股息的 就看看看看看看 这是他们的做法 所以我拜托你 如果这种遇到这种基金的时候的话 你就是要小心除息后 可能会被他砍砍砍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可是就像我说到的 长荣也好 或者你刚刚看到的什么阳明万海的话 也都好 为什么他们这个时间点 他们反而不是 我预期中长荣应该不会被换掉 虽然他是各大媒体 各大研究报告里面 喊说要砍出来的个股 可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是 他就算被砍出来了 他就算被砍出 删除了成分股的话 但是他未必会有太大的影响 而且他如果真的有太大影响的时候的话 他就会有那种 就是逢低卖出来之后 反而有那种低接的买盘 去做进场这样的动作 原因就是因为我跟你说过的 唯瘾就是曾经这样的一个问题 还记得吗 他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 投信把它删除高股息成分股的时候 我说不要担心不要害怕 因为他真的不是高股息的成分股 因为他真的是一档成长股 可是投信就真的要砍他 所以砍出阿呆股之后的投信 在17001800的时候的话 你有没有看到 创高 然后到2590 到最新最新的话是 2405 就是那时候是1700块 现在是2400块 然后那些阿呆股的投信 他们叫做是因为被动事 因为必须要砍的这样一个操作 那我说为什么我觉得比较不用担心 长荣的问题的原因 就是因为 如果你看一下最近的 那个什么SCFI 还记得我们说的吗 孕价 对 我们就跟大家说过了 今年就是看趋势成长 然后看政策加持 然后看什么 涨价效应 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再看一下 孕价指数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孕价不差 SCFI的指数 就是我们常帮大家 前一阵子 应该最近比较少在讲 但是常常跟大家讲到的重点 就是如果是景气循环股 面板也好 航运也好 记忆体也好 你要盯紧他们的报价 对 所以你看这就是SCFI的 上海集装箱的出口运价指数 红色这条是SCFI 然后蓝色这个是SCFI 我们比较没有再看 那SCFI的话 你会发现说 怎么从去年 这是2023年11月 虽然这次有点小 但是你应该可以看得到 从去年11月12月开始 啪的一下标上来 有没有 然后这个十字线的话 是在今年的1月的地方 虽然创高小跌之后的话 这边我把它移开一点给你看 来 有发现吗 最近上周的时候 突然又回来到今年的1月 那个高跌的地方了 也就表示说运价到目前为止 还是维持在高档 这就是涨价效应的SCFI 这就是今年我认为 有机会的藏价命万海 还有纳格兰人的台华 投控 那当然操作面部分的话 短线上面这边或许会有一些 投信的砍仓或怎么样的动作 那如果没有动它的话 那就盯着运架 可是如果真的动了它的话 你就回归到基本面 我认为砍完之后还是会涨 或者说还是会温温的守着均线往上走 除非 除非除非 那个运价就开始回跌回弱 的这样一个情况了 所以这是跟大家讲过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当然 好的公司好的个股 我会跟大家做相关的分析 好的产业也是 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好的 可是你看 我应该也跟你讲过这个问题 这是谁 这是智商 昨天跌停 然后今天再跌了7% 当然他渐渐有看到 测了支撑守住了 这是记忆体 就是记忆体涨价效应受惠的至上 但是他也是被买到 你看这是谁 有没有 我跟你说投信在买的时候 你不要 你不要看到投信买就跟着 跳下去买 那个是一个很风险很高的事情 因为你以为只有你看到投信吗 全市场都在看 而且全市场都等着投信拉高之后 狙击他 法人做法是这样子的啊 那就变成这样子 就是公布出来如果有最好 如果没有 趴了一下就给他杀下去 但是当他杀下来的时候的话 自然就会有些低阶的买盘去做进场 这是至上的部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 另外一个还有原因是因为 这是刚公布出来至上的营收 月减15.5% 对对对对 这是我跟大家说过的 你要在最近这一阵子的时候的话 你要小心一下这种营收公告跟财报公告 如果有那种被期望过高 可是他却没有展现出来这么样的高的时候的话 就会被杀就会被砍 这是现在目前遇到的问题 或者是说另外一档是文业 对 这个我记得我昨天也讲 今天继续跌 应该我连续讲了两天 他就连跌了两天了 这不是我带他下去的哦 是因为真的法人就告诉你说 我就是看到一个 应该要给我展现很好很好很好 之前那不是Future吗 他并购了Future 应该要展现出来很棒很棒的营收财报的话 对 却没有 就给他这样子很无情的砍杀了 可是砍杀之后的话 这个低点我认为都会用多杀多的方式被砍出来 所以这种股票的话 反而你应该要留意的是 投资价值或者它滑通 滑通我们的全体会员 很早很早之前就已经获利了结了 后面有一段我们没赚到 但是今天这一根跌了7%多 刚刚盘中快跌停的滑通 我们也没有亏到 虽然它也是我们的周报的个股 但是我们就会谨守着一些 操作的一些内容 就是该买该卖 该停损该停利 我们都会非常非常清楚的来跟我们的会员 做通知 那你会看到滑通的状况的话 就是他第一季的财报啊 0.83创2000年以来的同期的次高 严格说起来不坏 可是他讲了一句话 结果市场上面的法人都觉得说 是哦 先砍再说 他说什么 他说在消费端看到的复苏的状况 有一点点不如预期 可是在那个什么 低轨道卫星那一块的话 它强力成长 结果市场不是看它低轨道 去看它那个就是对消费端比较保守一点点的讲法 一点点保守都不行 就啪的一下就叠下去了 所以这就是你现在目前看到的台股的部分 可是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担心 我觉得不担心啊 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520之后哦 一样是看好那一个就是这个什么啊 2020年 对2020年那次的520 这个是中间14K啊 有没有 这里实际帮他画出来就是2020年那时候的520 他就是在520后 总统就职后拉开了一个另外一个多头的行情 从1万点1万1千点涨到1万3千 另外的话呢 2016年也是一样 这边不管之前是涨或者是跌 他在520前一周 或者前面几天的时候的话 他那个行情就会黏住 因为别再拉了 在拉之后520之后不好拉 他真正发动的话是在520后 所以你看这个2016 就是8年前的520 他就是在8100点附近 啪的一下喷到了9200点 所以这就是你看到的 接下来我可以跟大家看到的方向 因为我们是看得够远的这样子一个想法 那当然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些内容 就是像我们的聚保期 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最近蛮多人来问 那母亲节的优惠专案的话 也会把聚保期 可以把它 古墨利 古墨利一起把它 都可以啦 都可以啦 反正来问都给你啦 自身33% 对 然后那个高利42% 然后领头羊双红 双红是年初买翻倍 然后三月买涨50% 然后还有什么 亚香也是一样啊 也是一样翻倍 然后获利了结的亚香 旺席 好 有没有看到 一二月买是70%的旺席 那三四月买是30%的旺席 然后到这两天的话 还在创高的旺席 所以这就是跟你讲到的 最近行情真的 还有华城啊 嗯 华城也是 就是最近的一天又跌下去了 可是我们早上跟你说过啦 你不要再拼翻倍了啊 你就拼333就好了 跌下去之后 守稳低点 买 然后赚三成 获利了结掉 这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的操作的方式 那另外的话 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 时间超过了 在这里 我刚刚说了 哎不管是我刚刚口误的也好 不是口误的都好 因为下半段的聚保期 也拜托你一定要把它看回去 然后这半段的话是股魔力 股魔力是股票的APP 那聚保期是期货的策略平台 都有非常非常精准的讯号 或者是加入我们团队会员 就是无脑跟就好了 因为你很有想法 你手非常非常养的那种人的话 再用股魔力跟聚保期 那无脑跟的话 就是加入团队 反正不管哪一种就在这一次 因为我们今天是礼拜五 那礼拜六礼拜天是520 所以应该是母亲节 我爱你妈妈 所以我们就会帮大家推出 感恩母亲节的优惠专案 只要在我的Lite留言520 就可以把这个专案 就是这一次的感恩的回馈 来回馈给大家 那下个礼拜 我们就会来进场逢低布局 就是这些长逗都不要追了 很好的股票 拉回首闻的股票 我们下个礼拜再带我们团队 全新进场 全新布局 如果有要加入专案的话 可以刚好可以跟上我们 下个礼拜的全新的布局 需要协助的话 用Lite 用0800 来跟我们做洽询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 涨高的涨多的都不要追 大人哥已经准备好了全新标股 要带你一起来进场布局 掌握我们这一次520 母亲节我爱你的感恩回馈 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免付费的针线电话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或者是加入大人哥免费的粉丝团 我们的Lite ID是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加入之后帮我输入520 进一步了解我们所有的优惠细节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一次谢谢 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